大清前小燕在横店片场看到了袁冰岩和郑叶成 当天袁冰岩身穿鹅黄色古装长袍和郑叶成站在河边拍摄夜戏 河里的一个个小花灯看起来十分浪漫 开拍前袁冰岩抱着剧本和郑叶成一起补装整理造型 之后两人在河边对戏 不知是遇到了什么有趣的内容 两人带着笑容和工作人员聊了起来 看起来十分开心 接着两人继续在河边聊天等待拍摄开始 不知袁冰岩听到了什么 他撇了撇嘴 指了指远处后 抱着剧本和工作人员又聊了起来 脸上也恢复了开心的笑容 正式开拍后 袁冰岩和郑叶成来到船上 袁冰岩面带笑容 开心的看着岸上的工作人员 之后他和郑叶成并肩站在船上 快速完成了游船戏份 小伙伴们 你们是不是已经等不及这部剧了呢